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来一个大河边钓一下鱼 这个地方真的是个野钓的圣地 等一下我们去看看,就在下面这里 看一下,就是这一条大河的 现在有两位野钓的朋友 钓友在下面钓 我们过去找个位置,然后去看看 好,我们就选择这个位置 听钓友他们说 刚才有一根六月曲的大雾杆 已经爆杆在那里,我们有拿过来 大雨非常的多,这个地方 大河在那边 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找,比较难找 很多小路进来,插路一点一滴的 很难,他们带我过来 要不然我还找不到这种地方 准备一下,开钢 五米四的手感 钓巨物嘛 我们肯定是要下海杆 先下好两只海杆 等一下我们再准备这个手感 手感也是钓大货的 大阪记啊,都这么大的 还有这些蓝刀,白条啊,都是蛮大的 今天幼儿是玉米啊 今天幼儿是玉米啊 等一下手感看一下 要不就开一点料 海杆就挂上玉米 然后海杆 还没开好 手感 我们就 掉一些小一点的 很够细一点的线 然后海杆就等待 就先挂一半粒 这个小玉米下去看一下 上这个白条啦 相互的 有些小玉米 蛮大 这里钓鱼是免费的 因为这是大 上去那里钓 搞这个百条是收费的 这里随便你钓 这条是什么太阳鱼 上罗贝拉 开了7米2的杆 这鱼是什么 嘴巴好大 今天大祸难熟 今天没有碰到 现在天快黑了 估计还有夜钓 我们看一下小鱼 今天钓了多少条 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好 也有人守到好大一条鱼 几斤嘛 那种野生的鱼 草鱼都很多 但是这里面好像是 桂花鱼特别的多 然后今天咱们没有这个 幼儿来钓这个桂花鱼 还敢动了几下 都没有中 你看我拿那根 手感在这里被爆感了 手把节被爆了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钓了几条 看一下这一根 5米4的被爆感了 6H的 爆到这里 这条鱼没有十斤都有八斤 这条鱼没有十斤都有八斤 或者是更大的 今天就石楼 那个竹坡下面伤了好多 可能它那里打窝比较多 看一下野钓是不是这种 大概钓了七八条鱼 罗飞啊白条啊 还有一几条 我都不认识是什么鱼 那今天视频就这样子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